竹山国小荣获第五届教育部艺术贡献奖 是全县唯一极优受奖单位 校长周更新强调 竹山国小是一所传承品味美学 展现创新思维的学校 在生活中以美学理念表现品质、品味与品德 让学生的天赋自由发挥 成就每一个孩子的审美观念 讲台上老师仔细讲解 这次才会猪年花灯必须注意的事项 学生们在自己的图画纸上开始打草稿 之后每位学生准备好上色用具 今天课程是为猪年嘟嘟总动员 灯区内的可爱造型猪上色 每位学生都非常兴奋 由于去年狗年竹山国小学生参与花灯制作 因此今年格外得心应手 竹山国小相当重视艺术教育 对于学生的启蒙与艺术培养 校长与老师都付出相当多的心力 让学生可以展现自我美学思维与艺术品位 因此在去年12月底 就荣获教育部所举办的 第五届教育部艺术教育贡献奖 同时激励全校师生 对于艺术领域的学习与展现 周更新校长表示 现在学生竞争应该是利与美 解决事情的能力与美感的素养 因此学校方面不断在发展学生的美感教育 透过全国性的观摩与学习 落实在生活之中 21世纪教育的竞争力是在于利与美 利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是美感的素养 主张国小不断在 充实学生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我们也希望充实孩子美感的素养 所以我们这几年 透过办理全国性和全线性的一些 美术比赛 或是一些观摩活动 让孩子们能跨域的一个了解 那进步的速度很快 另外我们也希望美感落实于生活 所以我们也包括去做彩绘围墙 或者学校的环境布置 乃至于去关怀社区的老人等等 让他们能感受到美是可以落实在生活上面的 那包括我们这次的行动学习方案里面 我们也做了一些杯架 那服务老人们 那透过这种观摩 透过去体会老人的一个需要 让我们的一个所做出来的东西 能符合时去又有美感 我想美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主张国小新年能得到全国艺术教育贡献奖 我想要很感谢我们教团会 感谢老师们 那也要去肯定孩子们的一个积极表现 我想有的这个奖以后 我们孩子们会更加地肯定自己 我们的教育会越来越好 教掌会长廖建志表示 学校借由承接全国及全线新的艺文活动 提升学生新一场美学机会 同时也办理校内多元艺文活动 以跨领域的协同教学 让学生能够了解生活美学 主张国小位于南投线的边缀 文化刺激不足 学校借由年年承接 全国性的艺文活动 来提升小朋友他们能够欣赏的 欣赏艺术的美学 同时学校也借着多元的 跨领域的教学 让同学能够提升他们的美学 在此我也很肯定 学校对小朋友的帮助 提升主张国小的素质 学校方面在课程的设计上 尽量结合在地文化参与教学方案 因而荣获107年教学卓越奖全线首奖 105年参与国际认证教学方案 荣获全国创新教学优等奖 此外善用美化活化校园空间 开拓艺朗 装置艺术 也结合阅读 艺术人文 及创意课程等等 推动校务主轴特色 实施学生创意彩绘活动 完成了20多幅 数十公尺的艺术墙面等展示 生活地方与家长们的认同及赞许